秦韩章文献档案资料鉴赏 秦韩章招名食品工业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 1908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 1931年毕业于上海国立劳动大学农学院后去比利时 法国、德国留了学1935年毕业于比利时国立圣布律高等农学院 或工学术士及农产工艺工程师学位193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发酵学院专修啤酒工业 1936年9月回国历任复旦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江南大学教授 1950年参加九三学设一时任设中央顾问及参议 同年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担任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业部参事 清工业部参事1951年参加民建会二曾任第一清工业部 清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清工协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版酒专业协会名誉会长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3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政党 先后拥有一百七十余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许多成员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 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参政党 大有作为1950年受政委总理周恩来任命 秦韩章奉调北京任中央食品工业部餐食 1952年5月 他参加国家200余人采购团 赴民主德国 杰克波兰订购甜菜糖厂设备 筹建华北糖厂后改名为包头糖厂 1953年 秦韩章参加前苏联援建的华北药厂的筹备工作 负责整理技术资料 制定培训技术骨盖计划等工作 1955年奉命两度到青岛啤酒厂 研究啤酒装瓶后的混浊问题 并研究实质配置啤酒 1956年参加国家12年中 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 担任食品工业组的副组长 1958年前后 秦韩章根据青工业部教育委员会的规划 先后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城市 陆续主持筹建了15所青工院校 从技术理论到学术教育 几乎所有具体事务都是由他一手主持 1960年 秦韩章调任国务院第一青工业部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1964年 秦韩章受周恩来总理 钦点主持了科学试点项目 焚酒试点 在条件简陋 设备落后的情况下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的 皆是出白酒的奥米 正是从他带队的焚酒试点开始 使焚酒完成了从传统酿造工艺 向现代酿酒工业的巨大转变 行业内对酒的分析达到了分子水平 这项工作对于白酒科技发展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64年 方新芳先生与秦韩章主持 并参与了茅台酒的研究科技试点组 按照茅台酒的生产周期 分两期开展了科技试点研究 科技试点主要围绕规范茅台的生产工艺 茅台的微生物环境 以及茅台的物质构成等进行研究 1978年 文革结束 秦韩章虽研究所从宜春又迁回北京 重新担任新工业部食品发酵工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网传菜